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西晋建皇 此事已皇 率领康乃迪克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连续两年赢得美国大学校级运动总会 NCAA男子篮球年度总冠军的赫尔利 Daniel S. Hurley 已经于6月10日晚些洛杉矶湖人队 所提出了一份长期且高额 Massive and Long Term的合约 选择承诺在美国东部校园 继续和子弟兵耕耘学生运动天地 赫尔利现年51岁 是在新泽西州泽西市出生 曾经校立新泽西州西东大学 Siton Hall University男子篮球队 担任组织后卫 赫尔利的这项决定 反映出他最终选择发展大学男子篮球的决心 并且明白地宣示 他对于北美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并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特别是对于拥有辉煌纪录的洛杉矶湖人队 以及39岁的篮球小皇帝詹姆斯 LeBron Raymond James两块招牌 也缺乏合作的兴趣和信心 赫尔利目前已经是康乃迪克州收入最高的公务员 他本来有机会和大联盟公关能力最强的球队和球星合作 成为好莱坞所在地的新千万富翁 或者也许一直都是美国大学校级顶级男子篮球联赛 收入最高的总教练 时至今日 他把握机会公开表态 荣誉重于合约 他宁愿一直做子弟兵的恩师 也不愿意成为一时拥兵之首 彭广扬 2024年6月11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